中国政府最近一番救市措施,市场反应明显不太领情,为响应中央政府号召,中国人民银行,中证监及银保监等监管部门联同各部委,纷纷出手救市。 当中,银保监主席国树称一句,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贷款要实现125目标,大型银行对民企贷款不低于三分之一,中小型银行不低于三分之二,三年后民企贷款占比不低于50%,即时客外了投资者,内银股固然首当其冲,可视相关官员的发言。 难免与人有现金当官的。对经济及市场运作不甚了了的感觉。投资者入市信心备受打击。市况又怎可能会好?对很多投资者来说。官老爷不再出手插民营企业多几刀。投资者已经要烧香拜神。只要看到政策的延续性。即使外围环境有多恶劣。 市场迟早也会试出抵价所在。民企需要的。可能并不是党委书记的提点。 亦不是国营银行为了满足监管机构政策指标而获得的定额贷款。 而是给予民企老板足够的生意营运空间。 讲得难听一点。 即使政府只是让民企自生自灭。 仍然好过官老爷拍脑袋定定的经济政策。 国家经济容许出错空间变少。 今年。 是中港经济改革40周年。 也许。 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在是太过顺利了。 尤其是头30年的经济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。 即使过去十多年来连串经济政策的失误。 亦不足以令经济在转眼间转坏。 令我们对政策失误失去了应有的紧小语甚微。 因为反正犯了错也好将没有什么后果必须承担一样。 然而。 由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一手开创的改革开放局面至今40年。 我们的老本恐怕已吃得差不多了。 昔直现时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的关键时期。 国家经济政策可容许出错的空间。 恐怕已经愈来愈少。 很可惜。 现时大家可能早已忘记。 或者是早已不相信。 邓小平为经济改革开放所开出的药方。 至今仍然有效。 那邓小平当年医治中国经济的药方是什么,说白了。 那不过就是让市场力量重新主导经济发展。 让部分人先富起来。 背后的理念。 不就是承认不同人有不同的经济创造能力。 我们要奖励对经济发展有贡献的人。 让他们享受生意成功后所得到的成果。 邓小平当年坚信市场力量。 这些信念。 对一些人来说。 不过就是空气与水一般普通的常识。 也许。 多年来的经济奇迹。 被竞争对手吹嘘成未来世界的主宰。 令我们举国都飘飘然。 现在。 我们国家。 好象早已忘记或者不再相信。 这些简单但有效的成功方程式。 也许。 就像两年半前的只推行了一个星期的A股熔断机制一样。 在行政主导的国度里。 要修正一项错误的经济政策。 不过在领导人的一念之间而以。 很多不按市场规律出牌的政策。 要获得修正也不是很难。 问题指示。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。 是否仍然相信市场的力量。